俄羅斯軍方發射多枚火箭炮 炒烏東狂轟猛炸 絲毫不手軟 我戰況在線焦灼 對於前線士兵來說 每天都在槍林彈雨中奮鬥 有名俄羅斯士兵在與對手交戰時 不幸被子彈擊中胸口 但下一秒 同袍驚呼連連 就是因為子彈貫穿防彈背心後 竟然奇蹟似的卡賽他胸前的手機上 就是這台主打雙前鏡頭的 小米11 Lite 讓這名士兵幸運保住一命 不僅如此被子彈擊中後 手機也沒有因此爆炸 運氣夠好的話 其實大部分手機都有一定的抵擋能力 本質上是因為手機的結構 它就多層 像裡面有電路板 然後螢幕 像是基底框架 保護理電池跟螢幕本身 那裡面就是金屬 還有金屬框架都會有 這樣子一定的保護能力的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士兵的 小米11 Lite嚴重損壞 雖然士兵仍受到輕微疲漏傷 但若不是這支手機擋下狙擊手的致命一擊 恐怕早已一命嗚呼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小米擋子彈也意外成為討論話題 參選中語樂的夫辭綜合報導 綜合報導 也在做好 氏兵編